大家好,我是指挥中心社区防疫组组长庄仁祥 防疫迎新年,鼓励大家在家中收看跨年节目 年假期间,如果计划出游,也要做好防疫措施 如果您要参加跨年活动,请携带手机,以利通知防疫相关讯息 活动期间及年假出游时,记得佩戴口罩,并注意手部卫生 主办单位及场地管理单位应提供手部消毒用品,提高公共空间的消毒频率 室内活动请落实实联制,规划固定入口,进行体温量测及手部消毒 如果您正在居家隔离、检疫、自主健康管理或有发烧、呼吸道等疑似症状 请留在家中或检疫地点,不要外出参加活动 让我们一起落实防疫,健康迎新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家新闻,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金融市跨年活动以线上直播的风势进行 不过还是有一群热气的民众在场外为喜欢的乐团加油应援 金融市长林友昌也上台与迷先生合唱 最后七分钟的绚烂烟火告别2020迎接2021 夯团告舞人的演出为金融跨年揭开序幕 不过现场却空荡荡的一片 原来因为防疫优先,今年跨年首次取消民众进场 改采线上直播方式 台下一个观众都没有,也让表演乐团觉得很新奇 今年很特别,明先生演过台下没有人的音乐季 也演过台下没有人的跨年晚会 可以在今天达成了 但是我们今天台下,有自己的好朋友们 蛮开心的宇宙人在下面,对不对 不过在管制区外却聚集了一群热情民众 顶着寒风开心欣赏偶像演出 还带来应援小物,让演出乐团很感动 我觉得就是支持自己喜欢的音乐 然后希望就是明年我们台湾的东西 都还是能够继续努力的发展下去,这样子 嗯 所以就是,真的不能进场还是可以享受音乐 对,没错,我觉得反而是另外一种特等型 对啊,很舒服,很喜欢听歌,然后配酒,然后摇晃 那,然后就这样,就很开心 就是,虽然不能进去,可是还是可以在外面享受音乐 因此拍赛少年的表演团队成员也变身鱼头人 赤裸上身,开心与观众玩泡泡 为这场没有观众的音乐会带来热利 有一堆拭目鱼,我觉得我们乐团觉得 这会很代表台湾年轻人的鱼 今天还有哪里的音乐? 呃,有努力,乐身了 金曲乐团迷先生,也带来多首歌曲,让粉丝听得如吃如醉 最后彩蛋终于出场,竟用市长林又昌现身和迷先生高唱再出发 牛昌在台上的表现,连一堂的民众都肯定 很好,很好听 非常棒 我想这首歌是非常有意义 也是迷先生跟任贤奇他们所合唱的2020在出发 那我觉得非常的应景,我们在今年告别了2020年,不是很平静的一年 然后在刚刚我们迎接了2021年的一个来到 那希望2021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再出发 牛昌还与市府团队一起和线上观众倒数 使用国际级的精彩烟火照亮整个基隆夜空 5 4 3 2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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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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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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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6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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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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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 6 6 7 7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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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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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隔着成功裹小的围墙 还有些民众自动站在围墙外面一起参加 升完旗后市长林又昌和副议长林佩祥等等 更是特地前往致意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同时感谢民众配合防疫规定 没有让大家进来一起参加升旗 希望大家2021年一起继续加油 而在基隆元代升旗典礼中市长强调2021年将举办城市博览会 不只是市政府的一个计划或是活动而已 而是全体市民一起参与 基隆的蜕变将会让国人同胞一起看到 展望2021新的一年 基隆市长林又昌在元旦升旗典礼中也强调 除了基隆市政府全体同仁努力之外 也特别感谢在基隆市议会议员们鞭策下 让基隆市政建设更加进步 而2021年将举办城市博览会 不只是市政府的一个计划或活动而已 将是全体市民一起参与 基隆在2021年将会更好 基隆的蜕变也将会让全体国人同胞一起看到 我们基隆市在新的一年 有非常多我们的建设跟工程 还有政策即将要验收跟完成 那在这边我要特别谢谢 我们市府的同仁 这几年以来一直的一个努力跟耕耘 当然在明年我们会继续的努力 然后也更加的一个努力 那第二个特别要谢谢我们议会 特别是我们的议长副议长各位议作 那在给我们市政上很多的一个鞭策跟鼓励 也提出很好的一些建议 说实在我觉得这是基隆之福 我们市议会给我们非常多的意见 都很有建设性 而且也特别提醒到 我们在市政上很多可能市府的同仁干部 没有去注意到的地方 我觉得这几年以来 我们府会共同为基隆市政来打拼 我们才能够让现在的一个政策 相关的计划的推动 能够这么的顺利来施行 说实在这个在全国各县市的一个状况 其实我觉得我们基隆市是最顺畅 而且是最顺利的 那当然也凸显 也展现在我们现在 可以让市民朋友大家 看得到的这些成果上面 那我们明年要举办这个城市博览会 那也要邀请所有市民来参与 那我再强调一次 基隆市2021的城市博览会 并不是市政府的一个计划或者行动而已 这个将是我们基隆市所有38万的市民们 大家共同一起来参与 所以接下来我们计划开始在整合 然后在推动的时候 会邀请我们地方所有的团体 包括我们的民众 很多的志工 还有包括地方上的工商企业等等 大家一起来加入 当然也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些议员先进 那基隆在2021年呢 我相信会更好 而且呢会把我们基隆市的一个蛻变 让更多民众 国人同胞来看到 那我常在外面讲说 基隆市议会的存在 不是单单纯纯监督市政府 也有辅助市政府在各个方面 来推动市政 让我们基隆市更进步更美好 所以在今年我也个人也非常非常期待 2021年的城市博览会 也看着我们基隆能有什么样不同的发展 不只是说在我们的东岸西岸的建设上面 还有文化上面如何去推广 更趁这大型的活动推行的时候 可以把基隆市带到什么样的高度 在设计面也好 还是说在政定执行面也好 这点不只是我个人很期待 我想我们议会所有同仁也都会相当 以权力来去协助 也来监督 希望这个这是城市设计博览会 能够把基隆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为了要帮助低收入户渡过寒冬 基隆慈云寺首次举办寒冬送暖的活动 发送600户弱势家庭白米泡面等物资 也呼吁社会各界抛砖引玉 一起帮助弱势家庭 工作人员忙着分装 白米面条这一袋食品 都是要分送给600户的弱势户 上午11点才开始发放 早上8点就有人来排队 景气不好 大概是这样 今天只有领到几个地方 今年领几个地方了 只有领一个地方去 现在这里第二个 常常的排队人潮 从基隆慈云市的庙前广场 一路排到外头300公尺 基隆慈云市首度举办寒冬送暖 帮助600户弱势户渡过寒冬 谢谢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 祝福快乐 谢谢 拜拜 这是今年疫情的关系 所以大家都经济不好 所以我们出去 小村的伴侣说 寒冬送暖 我们副长最继 公经的两包 两包的数量 送给安乐区跟东山区 就是比较 受到疫情影响 景气疲弱 季夜每年的岁末捐助活动 也寥寥可数 慈云市在元旦假期 举办了爱心送暖 希望发挥抛砖引玉的作用 因为疫情啊 做布置都比较少了 真正的人也比较少 这样够用吗 东西不多 你知道加减 加减啊 现在会不会就开始烦恼过年了 对 其实在地的民众需求 还是有非常多 在这边也呼吁我们 地方的一些的善心的企业 藉由石云市的这样的一个 抛砖引玉 能够给我们的社会 带来更多的资源及关怀 让我们的人民能够 顺利的来度过这个寒冷的 沿冬以及疫情的一个考验 在农历年来临的时候 其实会有感受是越来越有一种 就是需求 在物质上的需求会越严重 那我们这次非常感谢 那个磁云市能够办一个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睡末寒冬 金融磁云市举办了寒冬送暖 福若济贫 以观世音菩萨慈悲为怀 让他们感受到持续有人关心 他们并不孤单 记者 黄梢明 金融报导 再带你来看 既用青安宫捐资第二台 马祖后宣导车给消防局 同时举行东令救济 分送给2100户的低收入户 每户30台金百米 以及500元的现金 要来帮助弱势民众度过寒冬 青安宫广场前 红色的休旅车 上头印有防灾宣导车的字样 旁边还有马祖图案 青安宫继13年前捐赠第一台 现在在捐赠第二台的 防灾宣导车给消防局 太舊换新 捐赠活动上一艘宣导大队 带来热情表演 为活动炒热气氛 青安宫组委童勇 同时也是国策顾问 特别代表青安宫 捐车给消防局长陈龙辉 这东西有需要这些东西 他把我妈上带的 这十几年前 那是第二次 那中间还有一次 是叫六个村子 妈祖图被救世这个世人 所以他们消防局最好要救人 一种的配合消防局 消防局是被什么的感觉 别人没人知道 所以说如果这种困难 消防局都出门 三个半个 无论更高更高 救人 八三那种 要去赴党 要去赴党 像这种 很辛苦 那我记得107年 那个青安宫他们也捐了 捐给我们那个五台 动力橡皮顶 还有十烧的橡皮顶 那这一次呢 他们又再继续来捐这个宣导车 所以我们非常感恩 非常感念 而虽莫寒冬 青安宫每年都会举办 寒冬受暖 今年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 持续针对低收入户家庭 每户发给 30斤的海米 及500元现金 希望让他们度过寒冬 千安宫长期回馈社会 帮助热事 出钱出力 象征妈祖 扶若即使的精神 传递爱的善念 记者黄绍明 基隆报导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基隆市议会秘书长叶锦栋 1月中旬将借林退休 议长蔡旺莲决定 延览熟悉政务的 基隆市政府秘书长李同诚来接任 基隆市长林悟昌 虽然不舍 也同意成全 期盼李同诚 能为府会兼得求粮 共同为基隆市民 努力打拼 基隆市议会议长蔡伟年表示 他与基隆市政府秘书长李同诚 是30多年的好友 对李同诚的为人处事 非常肯定 因此在市议会秘书长叶锦栋 决定退休后就开始征询 希望借重他的长才 以让府会之间沟通管道更加顺畅 李同诚秘书长 算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 他不只是我的学弟 而且他也是我的邻居 那我认识他30几年了 对于他的个人刑事风格 跟他在基隆市的整个市政业务也好 他非常的鲜熟 那刚好我议会的叶秘书长刚好借您 所以我就在百事不得去寻找到什么适当的人选 所以我就去征询肯托我们李秘书长 是不是能移家到议会来去救一下 那秘书长考虑了一阵子 他说他考虑OK的时候告诉我 不过他同意了以后 也还要经过我们市长的同意 这是整个一个程序 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李同城秘书长 愿意去救到我们基隆市议会来 我想利用他的这个关系 跟他的经历 让我们府会能更畅通 对此基隆市长李又昌虽然很不舍 不过还是决定尊重李秘书长的意愿 同样也期盼 借此让府会之间能更密切合作 一起为基隆市民打拼市政 我想这几年以来 这个李同城秘书长 这个相助我的市政 其实非常的努力 那也付出很多 那最近这几年呢 其实基隆市政府府跟议会 非常的和谐 那整个的一个沟通协调 也畅通无阻 那所以当然议长 希望能够借重李同城秘书长 的一个能力 到议会担任秘书长 我想站在我的角度 当然是很不舍 那不过我想我们还是乐观其成 然后也愿意来这个成全 然后也相信因为这样子 未来这个府会会更加和谐 不管是议事 还有整个市政的推动上 会更加的顺畅 我个人觉得说 这个也是我们基隆市的一个福气 至于新的基隆市政府秘书长 能选是内申 还是从外招揽人才 牛昌回应表示不急于一时 反正能进入基隆市政府的 都是人才 记者张旗滩 基隆报导 而元旦假期 基隆是不平静的 为在基隆市爱一路某KTV 发生了十多人的泄斗混证 其中有人持玩具枪 有人持西瓜刀 共有三人被砍伤 警方获报后立刻出动大批的警力道场 火速压制混乱的场面 将伤者送医救治并逮捕六人 传出有人在KTV斗殴 警方到场 喝斥现场人通通趴下 不许乱动 警方接获报案 二日晚间八点 爱一路某KTV传出斗殴事件 甚至现场还找到了刀蟹 元旦们不敢大意 把他们通通带回派书所 警方收出了西瓜刀 调查发现带头的蔡新男子 因为不满女友跟着别人出来唱歌 才会找来好友闯进包厢砍人 一路从店内打到店外 爱一路一家KTV有青少年聚众斗殴 立即起启动线上二十多名警力到达现场 到场时将动手的六名青少年压制逮捕 过程中 有人拿西瓜刀冲入包厢 三人被砍 其中两人被捕和手臂被砍伤 另一个人头部也受伤 警方到场先控制现场情况 协助伤者就医 这一起大乱斗事件 警方陆续压制六人 也查获了玩具枪 西瓜刀等证物 异聚众斗殴及伤害罪 将他们移送法办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âng 那非常感謝 這一次的比賽 那 忠祐 開心嗎 沒有開心 開心 老婆 怎麼還不成功 我們好像很久沒有那個哦 哪個 旅遊 蛤 孩子到現在都兩歲了 我們好像都沒有兩天以上的旅遊 不要 但小孩子出門很麻煩 坐車也坐不住 而且現在天氣這麼熱 皮膚也會曬傷 出去外面玩還會到處亂跑 飯也不會好好吃 晚上睡覺說不定還睡不好 這隻哭了 我要先淋水了 我們在新北市 到基隆距離30多公里 車程大約40分鐘 兒子應該坐得住 到基隆的距離剛剛好 台灣四面環海 能有豐富的海洋資源 讓兒子從小開始認識海洋 親近海洋 很不慶,下面 親近海洋資源